第一個就是把環境建置起來 環境的話我剛剛提到 你可以放在db或c的ok 就這兩個解壓縮 解出來之後的話 就是在Eclipse Python 就是 這裡 打開來的話就這一個 然後告訴他說 我有一個python的環境在這裡 你就把兩個連結在一起 這樣子的話第一步就完工了 第二步的話就是開始什麼 在這個上面寫一點程式吧 所以第一個我們已經環境建好了 第二個的話 打開然後確定剛剛的那個python也連接了 接下來的話呢我們就要開始建什麼 所以第一個file file是檔案 檔案裡面的話有個new new新增什麼 特別是以後如果你要寫程式的話 它的結構一定是先新增專案 在專案裡面再去寫模組 OK所以一定是先建一個專案 這個專案一定是放在工作區 workspace裡面 所以 workspace是外面一個資料夾 然後專案又是一個資料夾 裡面的程式又是一個資料夾 所以它其實一層一層一層的 大概知道一下 那接下來我什麼new呢 特別注意 new什麼other 因為這裡面 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equilibet本來是寫java的 那只是說我們借用這個環境來寫python 所以呢我們 特別注意接下來請你在other 找到 我們要撰寫的是python的 這個程式的話 請你找到 倒數第四個有個叫pydiv pydiv裡面的話就會有一個叫什麼 叫做我要建一個叫 pydiv的一個叫 pydiv的專案 所以特別是要 請你找到這個叫pydiv的quadron 專案 你看 這個地方 關鍵的地方 new file然後new new什麼呢 new裡面的話就選擇other 其他的 然後記得關鍵的地方在這裡 就是這個東西 new的project 反正第一個步驟一定要是專案 然後下一步 下一步之後的話 問你說那你這個專案名稱要叫什麼 我們取一個叫test 反正這個地方名稱 因為我要為了要測試用的 就取名叫test 那底下的部分的話 其他部分都 這邊要不要改 這邊版本 他問你說你的版本 因為我們是用3.7.4的 所以你選3.7 然後 interpreter這個用default這個不改 沒關係 主要是這個版本改一下3.7 然後test 3.7 另外還有一個地方可能要改一下 要不要 幫你 create的一個src的目錄 請你 選擇這個好了 因為我們 以後的話 就把所有的 模組都放在src src其實 就是source的縮寫 source就是 所有的程式 src這個目錄 然後按finish就可以 所以特別注意 new一個專案之後的話 test 然後3.7 這邊記得 把它create一個src 按finish就可以 接下來的話 他會跳這個訊息 你就把它node就好了 讓它 關起來 OK 接下來的話 我們 再來就是 你會看到這邊 就有個專案 專案裡面的話 就會幫你增加一個 s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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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是說以後呢 我們寫的程式 全部放裡面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 請可以 撰寫一個程式 這個程式的話呢 非常簡單 我們也許叫什麼 p1 因為我是用p1名稱 那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撰寫 第1支程式 這個第1支程式 裡面 按右鍵 記得在src上按右鍵 new一個什麼呢 特別是 專案裡面就放什麼 放模組 所以 這類模組 Other 這邊 旁邊看到那個 Other 特別是 一樣找到pidip裡面 就會有一個叫pidip的module OK 模組 module 這個 記得 在src上方按右鍵 右鍵new new什麼呢 就是這個 那也就以後 如果你要寫第1支程式這樣 第2支程式 一樣 第3支 一樣 第4支 一樣 所以以後的話 只要你專案鍵好之後 請你在src上方按右鍵 一直new module 就可以 一直 撰寫 其他程式了 那也就是 一支程式就是一個module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 所以特別重要 這個步驟 只要記熟了 反正 以後就開始這樣寫程式就好了 沒有別的了 我盡量步驟都簡化 不要 其他功能 太多了啦 不過我跟各位講 你先不要知道好了 不然我怕你知道之後 你可能會想要放棄 因為坊間書籍 全部功能都告訴你 結果你全部都記不起來 反而會有障礙 最好的學習方法 就是反正你就知道最簡單的方法 以後按右鍵new module new module就好了 OK 然後按next cancer 然後他問你說 你的 這個 名稱要叫什麼 我叫p1 這樣 特別說package這個名稱 這裡面package不要打字 只要是針對 這個name OK name 打一下 然後按個finish 好 我們就建立了我們第一支程式 他出現這個 你把它cancer掉 這個都cancer掉 cancer cancer 那接下來程式怎麼打 很簡單 a 等於3 意思就是把後面的3這個數字 放到a裡面去 所以特別是 a 就是一個變數 enter b 等於5 意思就是說我把這個b的這個數字 放到哪裡呢 放到b 裡面 所以特別是這個等於 你的理解 記得 盡量不要用以前 你那個數學的概念 這個等於應該是把後面的值 放到前面的變數裡面 OK 所以跟以前那個等於那個 概念有點不太一樣 OK 再來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樣呢 sum 這個變數等於什麼 a 加 b 所以意思一樣把後面的計算結果 a加完b之後的結果 放到前面的sum裡面去 最後的話呢 你把它怎麼樣呢 把它 在 結果 列印出來 所以打個printer printer 其實喔 你打個p下面有那個printer 所以我建議聰明的辦法是 選就好了嘛 printer什麼 printer sum 好 這樣我們第一次程式OK了 那接下來的話 如何執行 其實很簡單喔 如果你要執行它的話 請注意看一下 程式寫完了 上面有個執行嗎 run有沒有 那run的話你就直接把它按下去 它會說要不要run 你就Python run OK 再要不要存檔 要OK 好存檔 這個時候呢 你會發現喔 你執行完之後結果就出來了 在哪裡 在這裡 有沒有 為什麼是8 因為 3 加 5 的結果 a加b 放到sum裡面去 就會 printer的意思是說 把那個裡面的詞 幫我output出來 OK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這個程式不會很複雜啦 你們就看一下那個 如果你實在記不起來 你可以看一下雲端 這邊一模一樣 你照打也可以啦 反正你就打一下 其實喔 你也會變化一下 在那個 第二個單元 基本域法裡面 底下有所謂的那個什麼 運算 運算 什麼 算數運算值 你可以用加減乘數都可以 也就是這一題喔 你可以把 把它改一下 加 你不要加你可以乘嘛 結果printer會怎麼樣 3乘以5的 執行 15 另外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字實在太小了 怎麼辦 很簡單 你可以按ctrl鍵 按住不要放 再按加號 有沒有 字馬要放大 ctrl- 就是縮小 OK 特別說 這一招還蠻管用的喔 如果你 將來程式 字要放大縮小的話 請記得按ctrl-鍵 再按加 特別是加請你不要按 右邊那個數字鍵盤喔 你要按上面的加 ctrl-加 一定要上面的加跟減 不能按右邊的加跟減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 在旁邊應該記得起來吧 我再重點回顧一下 1 畫面還給各位試一下 以後的話 我們要寫程式 就是直接在src上面 按右鍵 然後 直接 就new module就可以了 大概流程是這樣子 然後 其他的一些細節部分的話 如果遇到再跟各位 如果他會跳出什麼 有一些視窗 反正你就按cancer啦 不然就按no就好了 你不要按 按yes 因為他有時候會有一些選項 你可能看不懂沒關係啦 我是建議目前 你就全部把它cancel掉 OK 試一下 谢谢大家